还是看墨语云间如线通畅 这几天看玫瑰的故事 因为前面没来得及追 给我追的憋屈的够呛 相当生气 昨天一连发了好几条 但是你要想到玫瑰的故事 可能讲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 很多感情的问题 也挺现实的 现实生活中像黄一梅的遭遇 遇到方谢文 遇到之前的庄国栋 这样的情况都存在 包括遇到那样的婆婆 包括苏苏和黄振华的 中间遇到这种故事 可能在现实中 大家都能找到平地 在现实中 大家都能找到共鸣 所以带入大家的情绪 也比较的正常 所以很多朋友们破防 昨天晚上林文新的评论区 林文新又开始大战粉丝 当然这是梗了 还挺搞笑的 林文新也说了 故意找了一个 不这么讨喜的角色来演 我觉得挺好 演得不错 然后再说是跟刘亦菲配戏 演反派也没关系 你让徐海乔来 他就是演杀人恶魔 他也乐意 只要是能跟刘亦菲打戏 扯远了 就因为看这个 看的非常憋屈 所以还是得看看 能让自己顺流点的 现在比较火的另外一部剧 我也正在追 就是墨语云间 我觉得墨语云间 是让我有惊喜的剧 一开始他并没有进入 我这个追剧雷达 我都是当时顺手 在吃饭的时候点开看 一开始还放下了 后来又拿起来重新看 一下子看了七八几 就停不下来了 他的剧情推进的节奏 非常之快 鱼马搞这类的本子 非常之好 他大女主的这种复仇戏 智商在线 有仇就爆 从来不矫情 不被POA 目标坚定 手段也非常的多 这里面的情爱 拍的也相对的克制 没有那么多纠结 除了有一些慢动作过多 让我觉得可能 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的话 其他的地方没有什么 我甚至是觉得都不用快进 他剧情推进的很快 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 这边公里这个事情刚处理完 那边又去外地处理别的事情 基本上不停 所以这种节奏看的人就很爽 下饭爽剧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包括后面 我现在还没追到二十多集 包括后面张柏乔出来 演的也不错 张柏乔现在在平台上的签名 都变成了中国内地男演员了 他不再是网红搞笑男了 他是演员了 确实演的还可以 最近看了他好几个作品 末日狂花钱也有他 还行 有点天赋 在这里面演的这个坏人 也真的挺坏 包括张雨琪出场 虽然和这个男主年龄差 有些大 但是感觉还是可以的 没觉得有太违和的地方 所以这个剧追起来 节奏感挺好 还挺舒适 不会让你觉得太憋屈 这个隐忍不发 一个劲的受委屈 一定要到最后怎么着再反击 那玫瑰的故事那边 可能都没反击 最后就是离婚了 所以就让你出不来这口气 但是末语云间是真的是 牙字必报 老娘有仇从不隔夜 从一开始变成江黎的身份开始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报仇再报仇 然后感情线拍的很克制 想亲都不让亲 男主几次躲避 男主一直把若寄若离 忽远忽近的感觉拿捏的挺好 所以这个剧还真的是 让你看着就有点停不下来 所以各位追玫瑰的故事 追出工商的朋友们 想让自己如线通畅一下的话 墨语云间别放弃 接着追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